常委黄菊名诞性丑闻引注目,老婆于慧文30岁认养男鸡,9月28日,是中共前副总理黄菊80岁名诞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刊文表示纪念,黄菊是被除终身治以后,第一位死于任上的政治局常委,关于他和他妻子的荒唐事,再一次被翻出黄菊不仅是个出了名的四季发请物, 而且最终在紧要关头,抛弃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陈良宇,妻子于慧文不仅组建夫人俱乐部明码标价,还花34亿元养男鸡,黄菊乱搞中共的领导人,别的成绩,没有色情使一家泛过一家的具有趣味性,江泽民自己不老实,老婆王野平也给他戴绿帽子老了老了,最后在中南海里掐起来的不是这只猫头鹰, 而是没名没份的吉乃宋祖英和吉乃李瑞英,香港东方日报,2016年4月6日发表杨彼得评论文章,引述远南京军区政治部内部人士披露,黄菊曾与该军区某政军级将领妻子有奸情,按照中共刑法属于破坏军婚,事情被闹到江泽民那里, 在江泽民的包庇下黄菊最后毫发无损,被带了绿帽的将军离婚,乐视人民报曾报道,九十年代黄菊,就是各出了名的四季发情物, 家里战火绵延,萧烟不断等他被八九年六四前夕上台的江泽民提拔成上海市委书记监事长时, 老婆来与他谈判说什么事,不能他一个人都合适了他要,想在外面鬼混回家,还听不到噪音,那就搞钱来黄菊,巴不得有这个契约, 于是一口答应并守约,源源不断的把国库的钱,都弄到老婆的小金库里去不但如此, 连女儿在美国旧金山的穷婆家,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别看黄菊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坚守自道的本事却与生俱来, 有人曾在一场合亲见黄菊,在谈笑风生的江绵恒面前,态度轻功的有如个小厅差的, 此人说道,黄菊简直就是一个太监,看黄菊下巴光光的那副女像,还真有点, 而向电影李奴言悲惜,载来载去的轻功太监,紧要关头黄菊抛弃陈良宇, 据一份维基解密WeeklyX网站于2011年8月30日公布了一份美国外交电文, 电文指出,上海市人大调研员周梅燕于2006年12月20日告诉领事馆官员说, 胡锦涛一开始希望李源潮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但李源潮也该是太乱婉拒该职, 2007年1月8日,与李源潮熟识的凯雷集团Color Group, 中国首席代表罗伊罗尹因意证实说李无意出任该职, 宁愿在江苏再待五年电文,指出上海市委书记,曾经是很多人抢着药的职务, 如今这些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却不愿先任截至2006年12月29日为止已证实有50多人涉及陈良宇的贪污案, 超过100人被中纪委约,谈调查罗伊说他越来越觉得, 除了胡锦涛是没有贪污的特例之外,所有中共高层官员都可以用适当的价钱收买中美案还说, 即使中共领导人也会调入派系决立,的陷阱中陈良宇就是一个例子, 陈原本认为黄菊是长期战友,有意愿和能力保护他所以敢挑战胡锦涛, 但令陈良宇失望的是黄菊罹患恶疾,也欠缺骨气最终在紧要关头抛弃他, 黄菊老婆于慧文组建夫人俱乐部,明码标价上海维权人士郑恩宠2009年, 刊文,披露1994年黄菊夫人于慧文在丈夫丹,任上海市委书记监事长后不久, 便要求挑点担子做点事,于当年5月7日,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由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陈铁迪挂名任理事长于慧文当副理事长, 于慧文在基金会负责联络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们, 包括吴邦国夫人张瑞珍,陈良宇夫人黄毅玲基金会, 遂成为明侠尔的夫人俱乐部,于慧文主管基金会, 最重要的资金募集工作他明码标价,凡是个人捐赠50万元,企业捐赠100万元,以上者可或领导人夫人接见, 捐款超过300万元,以上者可认基金会理事,累计达到1000万元以上者可认常务理事, 这样就能经常与这些夫人们欢聚一堂,也就意味着能接近上海最有权力的领导人, 了于是港澳台商和江南一带富商无部,被夫人俱乐部趋之若武, 念赋于慧文34亿元养南基人民报,2016年曾报道江苏小赤老张荣坤知道自己没有实力和那些有大资本大企业的大老板征券, 他用了另外一套手法首先,他大手笔常年在豪华宾馆租下套房, 免费提供美女和房间给那些权势大,对自己有用的中共官员, 消遣,他在房间设置了针孔摄像机,给哪个人都设立了黄色档案, 凡是能够走进他安排的房间的官员实际上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了, 但他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他留的这手够辣的, 通过党官们的淫乱和深入,到太太们的圈子, 比他制导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官家庭矛盾, 当他知道夫人俱乐部最有权势的余惠文也是各大怨妇时, 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2003年, 春天皇局老婆余惠文到基金会创办的老年公寓看, 望前北京电影制片场导演潘文展, 在镜子中照出来的,正是当时和余惠文形影不离的张荣坤, 捐了3000多万,张荣坤成了上海市慈善基金, 名誉副会长,有了这个头衔,张荣坤和余惠文的频繁接触, 谁也说不出来,什么他越是体贴入微, 余惠文对黄菊越是怨声载道, 终于在张荣坤安排的一个特殊的气氛下, 50多岁的余惠文哽咽, 斩投入了30多岁的张荣坤怀抱中结束了怨妇的生活, 余惠文这一猛子扎下去, 张荣坤的回报是从上海社保基金的年金中心, 获得了34亿多的委托贷款, 2003年春天余惠文到基金会创办的老年公寓看望前北京电影制片场导演潘文展, 在镜子中照出来的,正是当时和余惠文形影不离的张荣坤, 2004年4月3日, 余惠文又和张荣坤一起参加欧洲货币组织在上海波特曼利加酒店举行的优雅浪漫晚宴两人举止十分亲热, 几乎已经到了不必众人的程度, 有人说这种老富婆壤壮男, 也不是他们首创的, 在社会上已经成了流行风不过拿别人的钱养自己的鸡, 无论男鸡女鸡,都实在说不过去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